随着艺人和粉丝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多样化,演艺公司方面一意孤行的年代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毕竟强调粉丝经济的今天,哪家演艺公司胆敢得罪自己旗下爱豆的粉丝团,那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因缘强者Mamomoo的演艺公司RBW最近就亲身经历过了来自粉丝团的强大压力。 前段日子小编就曾经写过Mamomoo粉丝团针对演艺公司举办大规模不买运动的行为。 原因就是因为考虑到Mamomoo行程的安排太过于繁忙,粉丝团认为即将到来的12月份不适合进行演唱会。 这是考虑到四位成员们的身体健康后,他们才向演艺公司提出了合理的要求。 不料,演艺公司起初是非要举办原本不在行程安排下的这场演唱会,并且态度强硬。 至此才引起了粉丝团成员们的众怒。 此后,看到网上粉丝团大规模的不买运动以及托粉签名活动水深火热的进行后,最终演艺公司还是屈服了。 近日官方也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充分尊重粉丝们的选择,并按照粉丝团的请求,把演唱会延期到明年初举办。 至此,Mamomoo的粉丝团也成为了位数不多的让演艺公司投降的爱豆粉丝群体之一。 如果稍微熟悉韩国爱豆圈子的朋友或许都知道,此前Badhead旗下的防弹少年团围绕着即将要发售的日本语专辑, 韩国国内的阿弥也同样举办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不买运动。 当时粉丝团的请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邱元康为BTS日本语歌曲写词。 最终,Badhead方面观察了一段时间的粉丝行为之后,还是决定要站在韩国阿弥们的这一边。 这才保证了BTS日后不卷入更大的舆论风波。 说真的,很多国内粉丝们认为,以粉丝团的能力去左右一家演艺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在利益的带动下,能真能站在粉丝这一边考虑问题的演艺公司并不太多。 但韩国的粉丝却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爱豆要自己去保护的观点。 因为对于这些铁杆粉丝来说,爱豆并非仅仅只是偶像这么简单,更是生活当中陪伴着他们共同成长的朋友和亲人。 你的爱豆今天被欺负了,你会站出来对抗演艺公司吗? 欢迎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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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いる 递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